这个其实在大雨当中啊 对于执法的主裁宛马宁来说 今天他的判罚当中 他的观察有时候会受点影响 这种雨水的湿度啊 队员的对地面的控制 还慢慢适应 再加上刚才这个张志明的湿度 哎呦好球啊 干什么给 直接打了 刚才泰达的防守队员 也是想到他的这个处理的思路 边路再给 我们回座 哎呀 这个球手一滑 保利尼奥这球打完以后 好像是保利尼奥给这球加了气功了 对他突然这也看到这球啊 好像是杜嘉没有拿往上跟的时候 但没想到杜嘉 好像是这球真是第一下 可能他拦住了 第二下再去购球的时候 可能啊这球啊 这一失滑反而给球一个加力 看球门里边滚去了 按理说这球已经被控制下来 保利尼奥也没有完全发上劲 钻了过去以后 滑进了门里 对好像有点像上个赛季啊 也是杜嘉对这个河南监夜 嗯 要定位球的时候 也是这个球丢得太伤士气了 也是一个黄狗手 手型站位都不对啊 好的 你看这保利尼奥的预判 开始在形成一三点打二 反击看往哪边走 塔利斯卡在右边 给查走路 汤匙汤区就看最后这船了 好球 哎呦 这次杜嘉立功了 这次杜嘉立功了 好球后点 好球后点 对点发的很漂亮 这个投球顶得非常有威胁 嗯 二点球还没有结束 嗯 好球后点位置 这下先卡住位置 嗯 瓦格纳给队友做了个掩护 把这个空间挤出来之后 这下投球 就是顶得太正 塔利斯卡 还算泰达队这次回防的及时 人员现在在局部已经够了 塔利斯卡 要低射 哇 又投手 打得不够了差一点 看是不是这个是告林 还是韦师豪这投球得做的 应该是 看看啊 好像是韦师豪 张修韦在这块 韦师豪 韦师豪坐过来 这球做的相当的聪明 现在上半场比赛 对于太达队来说 比较被动的是 他虽然也能 进攻也能推过半场 可是他进攻 宝利尼奥在后边 这一手挤了过去再打 这球可没有约位 宝利尼奥 是 那在进攻方向队 那并没有约位 我们看这个 告林给的 他想找韦师豪的 结果这一漏呢 反而是宝利尼奥窜了出来 这边谭旺松回防的 没贴住 应该有手球的建议 告林扎出来 张修为 看来不错 出点 穿得很好 投球一摆 这个球投球速度摆得慢了 好 张修为 邓韩文 这球找了后点的队友 抢下来之后再摆 门前的调整能力非常强 再传 这球这种解围可是很危险的 刘洋是用外脚背 而且并没有反规踢到球了 看这个传统球的质量 卡利斯卡 这边有个折射 还有 还有呢 高林赞颂后点 看投球能不能够的 刚才一带一停了 传统球还不错 好球 点不错 哎呀 正好打对头的一个反向 在这块 高林赞一个观察 抬头之后呢 外脚背就给了 哦 这下坐了过来 漂亮 再拖 小角度位置打 擦着力柱 宝林赞这两下 这个节奏扣的可是真漂亮 就是你以为 他要提速的时候 他突然间把节奏慢下来 再扣 其实他第一下拿球呢 就表现出一个 盖面外援啊 这种隐蔽性 从涛当球 拧着身子转过来以后 然后第二下再转身 很突然 对 泰达今天两次这种机会 就是突然间的前叉 哎呦 还是他们俩 马格拉 错给了巴斯远斯 掉进来以后 马格拉 投球一蹭 如果俩人换个位置 这个球可能把握起来 就不一样 你看巴斯远斯在门前 不知道该出哪个角 由汉超速可以起来了 船 这球可以往前稍微兜一动 哎这个球怎么能解围到这呢 由汉超拿住以后再给 高林挑过来 余汉超的机会 直接射门 差一点啊 这个球解围的时候 泰达队的队员处理的 太随意了 但是恒大的队员 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 余汉超马上调整过来 和高林打了个 二过三的配合 这球还不越位呢 正好过来 面对杜嘉 只是余汉超呢 没有选择停 再停可能角度更下 这个球对于恒大的防守 压力非常大 看看传球 这怎么直奔着 直接射门去了 这个点恐怕 泰达的队员要抢很难啊 传球后点 坐下来 塔利斯卡 太酷了 太有小发力了啊 好 那么主裁判马宁吹响了比赛 结束了伤音 在新赛季中沙联赛 第二轮的争夺当中 广东大淘宝队在主场呢 最终是1比0 1比0的进球 击败了天津泰达队 获得了蒙鸣的胜利 我们下一个人的胜利 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人的胜利 我们下一个人的胜利